花蓮南平里废弃的国小教室 经过了牛耕草协会任养活化在利用 目前已经成为了服务在地长者的巷弄长造站 也获得了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 社会创新示范据点发展计划的支持 改善据点环境进行了设计的优化 期望透过空间的改造 形象识别等面向的改善 能够来活化空间的使用 让据点长者平常在课程使用时 也可以成为轻盈共学文化体验交流的场域 凤林镇牛耕草社区发展协会 任养南平国小闲置空间已有18年的历史 为了提供年长者优化的良善空间 日前获得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 社会创新示范据点发展计划的支持 20号举行开幕活动 社区长者与居民都相当欢喜迎接新的优化空间 也谢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牛耕草的团队 还有我们的设计师团队 还有最重要的是很多参与的长辈 一起在这里讨论 所以等一下看到这个我们设计 出来的成果 其实那是大家智慧的结晶 这也是我们这个计划的精神 就是希望用一点点的钱抛砖引玉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改造出来的东西 是符合大家的需要 是有大家的感情 能够在这里打造出一个你们喜欢的环境 请接牌 听哈下去了 凤丽政长肖文龙及代表会主席林建平等多位贵宾 也都到场质疑 肖文龙指出 牛耕草社区发展协会 投入在南平国小18年 在陈理事长及儿子的努力之下 牺牲奉献 让社区长者获得良好的照顾 儿子来当总干事 所以全家人两代 来为我们这些老人家来牺牲奉献 大家说要不要一个热烈掌声给他们 这个精神相当不容易 长期每个一个礼拜五天 比上班更严谨 他们不来可能老人会就会散掉 凤丽的老人那么多 那是不是在这一块来讲 我们要多一点用心 所以说我们陆续的在凤丽政 成立了十个年的健康战略 那刚才政长跟你报告的就是这一点 所有的起源都是研制于我们刘哥长 这一些的志工 他们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之下 一群志工默默的在付出 让外面的人看见 所以说大家在照顾这一块 愿意更多的资源下来 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表示 非常感谢卫生福利部社会 及家庭署的支持 才能够让社区闲置空间得以重新优化 提供更好的环境给社区长者使用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承接到我们卫福部的社会创新计划 让我们比较老旧的环境 能够获得一个改善 也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到我们 在凤丽这边的长辈 在我们这一次的计划当中 也非常感谢这支团队 跟我们的长辈 以及县府这里 做一些很多的讨论 这样子那也以符合长辈的需求 来做一个改造 那像我们教室的外面 设计团队也有帮我们 设计我们牛羹草的logo 以及属于我们牛羹草的 那个客家花布这样子 那大家等一下都可以 自由地观赏 透过设计师的导览 认识改造之后的创新示范据点 让牛羹草据点以音乐会的形式 展现出多元文化交流的精神 现场也设有同万摊位 让长者回味童年时光 营造青年与长者的互动机会 室内空间也展示出 在地的老照片主题 诉说客家在地长者的生命经验 以及故事 记者林杰 凤临正采访报道